新的回到国内来关心 今天的台股真的是洗三温暖 早盘一度是中摔了240点 回测16400点关卡 只不过随后买盘就进场了 航运跟电子股双头马车领军冲 那台股是终于甩掉了 九连叠的阴霾 强势翻红 当冲仗税优惠确定延期 这当然也激励了市场的行星 台股一片红通通 投资人总算看到了希望 18号台股大喜三温暖 16630点开出 指数一度重挫超过200点 但是盘中航海王复活 货柜三雄长荣扬名万海 全面亮灯涨停 电子股也回神 连发科连电都强势上涨 连续下跌了九天了 跌幅已经相当深了 跌深就是最大的利多 这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那第二个是由于 今天的亚洲股市 全面的翻红 那这个外在因素 对我们的这个帮助 也是很大的 中场台股翻红涨164点 收在16826点 高低震荡超过400点后 总算占回了16800点大关 甩开连九叠的阴霾 分析师认为除了外在因素影响 当冲降税优惠延期的政策定调 也是关键 对于整个市场的信息 当然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激励作用 那所以一些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一些的市场的大户 或是法人都有回笼的迹象 那所以这个是造成今天 我们台湾股市之所以能够 这个价涨量增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而8月27号上路的当冲新制 把当冲比率高的股票 列为注意股 第一是最近六个交易日 当冲的成交量 占六天内总成交量的比率 超过60% 第二是当冲成交量 占当天总成交量比率 超过60% 也新增了储置条款 被列为储置股的股票 会被关12天 分析师认为有助于稳定交易秩序 频繁当冲造成筹码面混乱的状况 也有望得到控制 华视新闻卢林彭冠林 台北报道 似乎我们来到一段段时间 我常见到这一段时间 我们来给大家帮助 中国人 帮助 给你帮助 我们来帮助 我们来帮助 我要务 我 我 感谢观看